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这个华站工程的这个宗旨呢 它是要透过聆听 欣赏 接纳 来培养我们来提升我们的生命品质 来破我们的这个我执法执 因为我们说我们学佛要破我执法执 那学佛如何说从破我执法执如何破呢 就从这个华站工程开始 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介绍说 为什么这个华站工程可以破我执跟法执 那这个华站工程它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研讨 那第二个阶段是结模 那第三个阶段是师资的养成 那这个师资的养成又分为写作班 跟这个讲师的培训班 等一下会一一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现在先来说这个研讨 第一阶段的研讨 它的这个研讨规则 那研讨它又分为三个阶段 初级 中级 高级 那这个课程的方面呢 又都是我们海云法师的著作 或是说录音带 那也会配合说那一组的学生的程度 或是说他们有想要 研讨哪一个部分来做这个 这个课程的这个选定 那研讨的规则第一个 每一组三到五个人 三到五个人不能多 因为我们三到五个人 每个人每一次都要讲三轮 每一轮三到五分钟 我们才能够来维持这个 我们研讨的品质 研讨的品质 那在讲的同时呢 我们同学之前就要先做功课 把当次该周的要研讨的项目回去 在家里就要先做一个重点整理 分三个重点 那每一个重点呢 我们来研讨的时候 讲三到五分钟 那如果你不会讲 那可能就要 可能就要罚站 同学们跟你一起站个三分钟 就是要等 不能说我不会讲 我不要讲或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是在透过这个 罚站工程来训练我们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逻辑 我们的表达方式 我们欣赏的能力种种的 那透过这些呢 我们一定要自己不断的超越 不能姑息自己说 我不会讲 我就不要讲 不可以 我们一定要每个人 讲三到五分钟 讲三轮 那第一轮跟第二轮 是我们就我们这个 以当周研讨的部分内容 来做一个发表 那在讲的同时 其他的同学是不能差意见 或是说 他这是不能接融 不能接下去 譬如说前一个同学 他讲说他的小孩子 学业上有什么问题 或是说在同学方面 人际关系有什么问题 那下一个人 他就不能接下去 如果再接下去 就是接融 他会把整个议题 都把它好像会走偏调 没有办法 把这个议题控制的很好 所以他不能接融 他不能够接融 要就我们当周 当周所研讨的部分 下去讲 每个人三到五分钟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在我们在研讨的同时 我们不能够 没有不能够批判 没有所谓的是非对错 或是怎么样 或是一个支键上的一种判定 或说比较会讲的人 或是学佛比较久的人 我们都来问他说 这个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这样子好像不对 不行 因为我们每个人 对事情的见解都不同 因为我们局限到 我们个人的受的教育 还有我们生长的环境 我们的意识形态 乃至于说民主国家 每个人都不同 看的事情角度也都不同 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个滑站工程 来做聆听 欣赏 接纳 就好比我这个手掌好了 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看到的是我的手掌心 可是我自己看到的是 我的这个手背的部分 我们讲的地方 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侧面的同学 也许他看到的就是大拇指 但他在另外一边的 可能看到的就是小指 这当中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只是我们这个欣赏的 看的是角度不一样 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那这个我们在研讨的同时 就是在训练 我们欣赏的能力 接受的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人 都是自我主义太强 我看到的才对 我说的才是 你要听我的 其实我们 我们学这个滑站工程 就是在欣赏别人的意见 但也在扑足自己 因为你在欣赏 在聆听 在接纳的时候 也就是在自己破自己的 我执跟法执 因为我们就是有 那些的自我执着 或是说我们 用我们以往所学的 这些东西来看事情 所以说我们会有 我执法执的存在 那如果说我们在研讨的时候 真的能够确实 来遵守这项规则 聆听 欣赏 欣赏 别人在讲的时候 我们就是静心 倾听 就是欣赏 别人有这种看法 为什么我们有这种看法 那他为什么 会有这种看法 明明是同样的一些 明明是同一个 好像是一个主题 同样是一卷 那个海音法师的tap 那为什么我们三到五个人 所陈述的重点都不一样 所看的见解也不一样 那这其中我用你自己来参加 你才会了解说 这各种的好 你自己来参加 这是第二点的部分 在这个我们研讨的当中 没有所谓的是与非 对与错 没有这个评断 都没有 好 那在第三点的部分 因为在事前 我们已经做了这个重点的整理 那第二点就是说 在我们在事中 我们就是尽量的把我们觉得 所谓的重点 这样子跟大众分享 那第三点就是要再把 我们已经研讨完了 所有的人的 这种所谓的心得也好 你觉得 因为他讲了这个部分 你觉得你想再多询问的 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或是说把每个同学的 这个见解都记录下 整个汇总 不是说听听就算 因为听的时候 久了就忘记 没有这回事的存在 所以我们第三个部分 是综合自己的 还有他人的其他的同学的 这些意见 或是说重点 我们把它节录下来 以后我们可以编辑成册 跟大众结缘的部分 这是研讨的部分 那第二个阶段 就是我们所谓的结模班 那结模班 它是一定要透过 这个华藏工程的第一个阶段 研讨班 它要研讨班 有进阶之后 它才能够进阶到这个结模班 那这个结模班也是每班 都是三到五个人 那这个时间就不一样了 这个结模班 每个同学 他一次要讲二十分钟 一次要讲二十分钟 那讲完二十分钟 就要让其他的同学 来问问题 来来结模 这个是一个进阶 因为第一个阶段是研讨 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是与非 没有评论 没有讨论 都没有 就只是纯粹的聆听 欣赏 接纳 只是接受别人的 把自己的给分享出去 那第二个结模班 它就有讨论的空间 所以要参加结模班之前 它一定要有第一个阶段的基础 一定要有第一个阶段的基础 那结模班是一个人 讲二十分钟 每个人都讲二十分钟之后 开始综合讨论 这是结模班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 是我们诗之养成 那诗之养成又分为讲诗跟写作 那讲诗的部分是一次五十分钟 就是一堂课五十分钟 那他讲五十分钟之后 其他的时间就给其他的同学来问问题 为什么说这个语出何处 收集的资料是从哪边收集而来 这个理论的观点 它是站在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角度 站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来讲这一个讲题 这是这个讲诗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诗之写作培训班 因为有的人不像 因为每个人不同嘛 有的人就是能够侃侃而谈 能够很这样子 很随性的就能够转法轮 或是为人讲解 那有的人可能就比较着于言辞 所以要在这个写作的部分上发挥 那这个写作的部分 有的可能就是论文的写作 或是说小品文的写作 乃至于说 编辑和尚的法语 种种之类的这些 都算在这个写作培训班的部分 那我们华研寺会依每个学员 每个同学的这种性向 兴趣不同 来跟大家做一个教育 跟栽培培训的部分 那今天对这个华藏工程 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那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您随时打电话 到我们大华研寺来 我们很乐意为您 一一做更详细的解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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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提到 这个六出相 有志相 相续相 直取相 既明志相 其业相 业细苦相 这业细苦相 是我们大家一般都感受得到 所受的种种苦 生活中的种种无奈 求不得 这个冤真会苦 这些 这个 二苦 三苦 四苦 八苦 无量诸苦 我们 都可以感受到 一般我们 遇到这苦境界 跟人家请述的时候 那么学佛的朋友 都这样告诉我们 放下吧 不要执着 你就会在那边气得要死 你才放得下 我好就放不下 为什么 放下 是后面的部分 不是前面的部分 因为你要知道啊 你今天苦的产生 有很多的 层次 积压着 你都能够放下的时候 是你因缘已经成熟了 苦的 这种因缘已经尽了 你要放下才容易 不然并不容易 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从这里看 它是怎么来的 这苦怎么来的 是因为啊 一夜 一前面照夜 现在受苦报 受这个果报 那这个果报来 你会不自在 他讲得很清楚啊 不自在过 你自在的话就没有苦了 那叫福啊 对不对 有很多人结婚以后才觉得苦啊 不是怎么苦 这晚上一定要回家吃饭啊 不结婚 我可以外面吃一吃啊 几点回家都不要紧 你结婚就没办法 所以他苦啊 没有不错啊 那太太煮饭给你吃什么不好呢 哎呀 你不知道 我现在想 我们吃饱饭再回去 多聊一点 那不行啊 有没有 这就不自在 他没有什么苦啊 不自在 问题是在这里 不是怎么苦 不是他打你啊 他骂你啊 不一定啊 因为你已经受到限制了 这条绳索很大 对不对 你说你说怕老虎不怕老虎 老虎把你捆着啊 再来啊 又两只小老虎来了 那三条 顶足熬力啊 你就完蛋了 这个时候就很复杂了 这个就苦啊 所以有时候你不觉得苦 你说对啊 我就是要这样啊 那正好 那就不苦啊 那你就会觉得很幸福 很温馨 从这边呢 那你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顺你的境嘛 但是你要知道 顺也好 不顺也好 那都是什么 前面所造的业 一业受国 就这个样子 有个同修 这样跟我讲 你看看 我仅供大家参考了 说我实在还没有福报了 我要怎么讲啊 我每次赚钱 都赚那个八千多九千多 为什么赚不到一万 奇怪啊 我说 你一年是吧 不是啊 我一天 差不多有 十几次 不达二十次 这样赚 奇怪你在讲什么 我听不懂 每天十几次 不到二十次 那大概十八九次嘛 所以才赢啊 对不对 假如十一二次 那你就会说 我超过十了 这十八九 你不达二十嘛 所以他逼回来了 第二个 八千多九千多 不到一万 我现在这样跟你算 假设一万 二十次 你一天就赚二十万 对不对 他现在就一天赚不到二十万 所以他算很苦啊 九千也算好了 不到一万嘛 十八次好了 不要说十九次啊 九千十八次多少 他不打二十万啊 大概十七八万了嘛 对不对 十七八万 一天赚十七八万 他还说他没福报 我说哈 这滚头部不够大 不就赚一支给你 一天赚十七八万 钱福报不够 不然你算老几你说嘛 你一天要赚多少才够 有没有 一天赚十七八万的人 算没有福报吗 他就把脑筋锁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每次都赚八九千 不会赚到一万 所以他苦啊 对不对 他假如设定在好 我只要满一千就好了嘛 那你就不得了啦 是不是 那你看 这个苦不苦 我们股票就这样看 你看跌破五千 你把它准备好嘛 跌破两千再讲嘛 所以你每天都 我们很繁荣 对不对 你就把它设定在六千八千 当然跌破五千 你会烦死啦 你反正说我们这样 我们算在两千就好 跌破两千再讲嘛 你看啊 就降不下来嘛 对不对 他又爬上去了嘛 所以我们很繁荣嘛 那就好了嘛 既然你设定啊 那个地方 所以你才有苦 有种种的苦 无量的苦 你知道吗 有个小朋友跟我说 师父啊 我很想买电脑 可是我想明年再买 为什么 明年的电脑会更好 我说好 那你就再等吧 他已经跟我讲三年了 然后 他发现明年的电脑会比今年更好 然后 那你就再等 等到你要买再跟我讲 他我还在看 明年的电脑会更好 他明年又会讲 明年会更好 你知道吗 因为你设定的目标 在那个地方一再的追求啊 你的苦境会一直的出现 一直的出现 他要买了以后他一定会回 因为新出来一定比你现在更好啊 对不对 不一样 这个文化在哪里 这个叫美国式文化跟英国式文化 有一次啊 美国人还在用 不错啊 我们最老的有用八十几年啊 很了不起吧 美国人说 我们明年还要再换 你们机器只用一年啊 他是啊 因为明年的效率比今年增加十倍 我们今年换的比去年增加十倍 那你再用二十年好了 你再用二十年好了 美国一定赢过英国 有没有 因为他是用效率在衡量 所以你要知道 人只要跟效率一攀上关系以后啊 人就不值钱啊 你要他机器也不值钱啊 不值人啊 效率一产生以后 人已经变成一个数码 变成一个数字啊 人已经没用了 你来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啊 虽然人类创造很多东西 都是要给人类用没有错啊 他是给一堆数字啊 在使用的 不是人啊 他已经不是看人 这当中没有人性 没有人性 因为只要把人性考虑进去啊 效率就下降 你要知道 我们能不能欣赏 没有人性的那一个部分 不能欣赏 因为没有 没有效率的那个部分 对不起啊 没有效率的那个部分才有人性 但是你要知道 有人性没效率啊 他没有利润 当你以利润挂赛的时候啊 人性算什么 一斤值多少钱 没有用了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客观环境中啊 我们非常的无奈 因为不自在 你知道吗 不自在 完全被架住了 这个叫束缚 那么我们要求的就是解脱 解脱才能自在 那你看看 在我们周遭有多少细苦 也细腐着我们 使我们苦 你能不能解开 虚情啊 功力就在这个地方啊 这是最初的部分 我们最看得到 但这部分你要消灭它 实在很不容易 因为这是最后的一个部分 你前面跟各位讲说 那个决心起念以后 以行者来讲 他就把它丢掉不管了 就没有那回事了 可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会一直在意着那个东西 所以你就一个一个往下来 前面能断 后面就没了 越往前越好断 越往后越不好断 对不起 我们从这地方再看 意欺苦向是从企业向来的 好我们一解一解 把它解开来看 企业啊 就是你执着 执着在哪里 你就照总统业 你执着什么 你是寻民取着 他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出来 你从那个向上执着 向上执着 我们买了一个艺术品 一个艺术品 好了把它弄坏了 不小心 不会故意 故意弄坏你就不苦 是啊 以前我看人家吵架的时候 我们隔壁那夫妻吵架的时候 先生就把桌子放开 对吧 网块通通破了 算一算 那又要损失到好几十块 第二天 夫妻手牵着手 又到慈器店 武经行 再买一堆回家 他那个不苦 你故意打破的不苦 对不对 故意打破不苦 像这个艺术品摆着 那你珍惜他 摆在最殊胜的最尊贵的地方 哪一天一个冒失鬼 插桌子 啪 把它弄破了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那好名贵的 怎么样 多少钱 怎么样 好了 那你把人打破被骂是活该 对 你打破了吗 被骂活该 可是骂你的那个人 你知道他有多苦吗 他不骂你 他心里会爆炸 所以他借着骂你 把他那个气给输出去 为什么 他寻民 起酌 这是名贵的 什么叫名贵 坏的挺多是回归大地而已 是不是这样 你假如说 弄破 这木造的 把他弄破刚好 把他烧一烧 我们杀牛来供佛 对不对 这是狮子 我们明后世说是牛 或者我也看不出来 他到底是牛 还是狮子 怎么磕成那个样子 那你能不能把他说 好吧 我们批一批就共佛了 对不对 可以吗 你不会这样想 你一定忍一忍又把它摆上去 其实它是一块木头 然后你的意识形态名字上 把它定为 它是精品 古董 完了 它既然是一个东西 那就有程度坏空 是不是这样 那你不能跟我说 反正有程度坏空 就通通都不要了 那也不对 我们知道 一切是空 知道一切是空 我很清楚 但是你还要认真的去建设 这个叫做庄严 你知道吗 我反正到最后都要空嘛 你妙该那么好干嘛 那就不要妙了吗 那不是 不是 你还是要 你要去建设 那建设完 你知道它会空 不止妙会空 法也会空 神助会空 所以有正法 有相法 有梦法 有无法实 那我们认真的弘法 并不是说 要这个法 一定要住多久 那不是 随着这因缘 我们把这个法这样展开 你有这样的根气 你能接纳 你没有这样的根气 那就算了嘛 所以我们刚才讲 决心起念嘛 发了就好了 是好是坏不管啊 我们发了就对了 而现在不能兑现 众生的福德 善根不够 这个法不能注射 不要紧 它在他方世界会注射 只要你是从这个地方发心就对了 假如你不是从真正的法上发心 那么是从向上 世间法中来 那你就更糟糕了 世间法可能在你死亡之前 他都会很圆满 可是你死亡之后 事情就麻烦了 事情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不要太在意 太在意 我们知道 我们要珍惜 我们要好好的照顾他 可是当那个姻缘到 他应该消灭 就消灭了 我到马来西亚去 有个吉列室 那是我们海外 唯一是慈禧太后 的姑姑出家 他的亲戚出家到那边当方丈 皇帝送了很多宝贝给他 那个寺院非常漂亮 大概在六七十年前 一百年前那个时候 结果第二代第三代以后 子孙不孝 把那些宝贝 还有那边的土地 分割卖了 卖了就是什么 买鸦片 买鸦片 有没有 那么好的道场 就是会有这种事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好好的建设 有福 有缘 有善根的 他就过来 无福 这个世间没有福报 没有缘 没有善根 他就崩落 所以华文经讲得很清楚 这个法 交给谁啊 交给大心菩萨 若无大心菩萨呢 这个法七日之内就消灭了 自然就不见了 这很简单了 所以要的 不是法 十五讲得多好 要的是各位赶快去修行啊 你一定要醒 不然他一定消失啊 不死就好 那经典永远存在 我刚学佛的时候说 第一部经要消失的就是能源经 我说我们把它多印一点 流通不就好了 不是 他要消失的时候 你再怎么印就印不出来 头可坏去 怎么印都印不出来 哪有哪有事 白纸印黑字 怎么会印不出来 是那种法医啊 完全丧失啊 扭曲啊 现在我们看这个法医也是一样 你没有办法解 文字印着没用 你解不出来啊 所以解读经典的奥秘啊 变成行者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解不出来 因为你在人生当中 你没有真正的活过 你都是从表面上过过去 要想能够了解这种经典 尤其像华严经 这种一佛圣的经典 你在人生的经历当中 要非常的深入 非常的深入 你才有办法体会 你要是都活在表面上 按照社会制度这样过活啊 那么肤浅的状况 那这种经典你根本看不懂 因为它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人生观 它不是肤浅的人生观 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这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为什么会造业呢 就是你执着于明治假象 我们再看看 人家骂我 海云 好糟糕啊 那天听人家说 听人家说 说 我出家 我家里的人都混到这里面来 把账务弄得乱七八糟 好了 他骂了 要骂大家一起骂嘛 海云那种字笔话那么多 写的又歪一边 海字不是歪一边吗 对不对 要骂大家一起骂 对不对 海云两个字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把他当为他只是个名字啊 他不是你啊 他骂的是 他骂的那个海云又不是我 对不对 这里账务谁在弄 又不是我在弄 怎么会乱七八糟 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那他要骂 给他骂 不要说给他骂 我就跟他一起骂嘛 因为他骂的那个不是这一个 是另外一个啊 他虚构出来的 要骂大家一起骂嘛 你不要执着在那个名字相上 不是 我们走在菩提道上的人 一定抓住那个实质性 实质性的东西 所以你怕人家骂什么 你做错 做错 你不要骂 英国我自己背 我们很清楚啊 对不对 你记得算 我做错 你一直歌颂我也没用 我还是要去背英国 对不对 所以做错是我自己要负责 各位也一样 你不要人家一讲 哎呦好难过 管他的 要讲就 嘴巴掌在他脸上 你管他怎么讲 问题是我们自己 你做对了吗 做错了吗 那个实质性的才重要 不要从名字上来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内观内学 对吧 我们一阵的环境 我有沒有弄错 在因果律上 因果律上不弄错 那就好了 不背英国嘛 那就对了嘛 不背英国不是文字上讲的 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 不是 你要从佛法的立场来看 留意这一点 他因于名字 名字是什么 名字是因于妄子 分别假名言相 妄子啊 所以我们常跟各位讲 你老是会自我介绍 你自我介绍 都是介绍我的 我的名字 我的兴趣 我的喜好 我的法门 我的家 我的收入 你都介绍那个 你不是介绍我 我才是本质啊 我的那些都是假的 我今年几岁 今年几岁干嘛 那就我的年龄 是几岁嘛 还是我的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所以人家问我几岁 我说十八岁啊 几岁 年轻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你不要老是 在累积你几岁嘛 不要管他 这名字啊 就是依于妄子而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 那就是因为你有直取 才会妄子啊 你执着什么 依于相续 原念境界 助此苦乐 心起执着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 你的直取 又从相信心来的 那我们能不能够 没有相信心 我们跟各位讲 效率就是最大的相信心 因为你投入就要看结果嘛 我跟你讲话 我就要看你反应嘛 对吧 你不反应我 其实讲什么 各位记得吗 我们家里养阿嬷 不会不知道记不记得 我那阿嬷就不是这样 他一早上一起来 就开始叫了 我们六七个兄弟 我说阿嬷你到底叫谁 他从老大叫到老妖 然后回过头来 我说你到底要叫哪一个 你就不要逛我 我就要叫 他讲话都自己讲自己听 然后自己做事啊 他时间到 他就会去做他的事 他一张嘴巴就一直叫 刚懂事不久 真的是烦死了 他就一直叫 你就一直跟着他 你要做什么嘛 你叫我做什么 他不是 他想到就叫 想到就叫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一句话出去就要看反应了 有没有 要看反应你就痛苦了 你就痛苦了 他不肯反应了 他不肯反应了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看到 我们的痛苦在哪里 因为你会执着 执着来自于你的相讯心 对不对 相信心从哪里 已于自顾生起苦乐 将一直下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能断了 决心起念相应不断 我们决心起念 就要让他断了 起念以后让他去 安宇现状 就比较 人家有钱我买钱 人家一个月赚十万我赚两万 两万过两万的生活 对不对 十万过十万的生活 他十万他买车 我两万我买票 对不对 你买我也买 你坐的才四轮而已 我坐的是八轮 谁都比较大 对不对 而且我又可以请司机 你又要自己开 看谁比较大 那你要从这边来 那你日子就很好过 你想说人家有车子 我也买一部 买一部 晚上到到天 要还没位置停 哎呀 那我要换房子 为什么 房子才有车库啊 到底你是为自己买房子 还是为你的车子买房子 有没有 问题产生了 你的相续心在哪里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 众生的苦在哪里 就是 依于 那个智 你 那个智不是真的智慧啊 叫你的分别心啊 因为你有那个分别心 谁才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看 那就来自于 自相 我们跟各位讲过 自相 是 第六意识 那我们现在就要 再换另外一个角度 第三个状况 来跟各位谈 从自相看 这是第六意识的作用 才有苦 那么相续相 到执左 这个地方啊 我们跟各位讲啊 他就是莫娜式 莫娜式 相续 执 执起 既明治相 企业相 这个通通是属于啊 六七八四之间相互作用的现象 相互作用的现象 而这个 这个既明治相 企业相 跟业系苦相啊 他在这个相互作用当中啊 最主要就是前五四啊 这个 这个颜熬鼻舌身意啊 针对舌身相 味处法 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才会有 才会有 你看小孩子最好 试验的 这小孩子喜欢吃糖果 不喜欢吃饭 你拿个东西放在背后 你要不要吃 他一定先问你 什么东西 你要吃饭 我不要 不要就走了 你的糖果可以分给别人吃 因为你自己说不要啊 我说我不要是不要吃饭 不是不要吃糖 为什么 他的法尘里头啊 他在分别他的沉浸 有没有 那主要问题是 因语沉浸 才有明治相 你要从这边来看啊 有没有 只要没有沉浸 你明治相还没有办法起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这里头啊 这个粗的部分啊 通通都在啊 这个五层浸界里头啊 六七四的作用 这六 六个粗的部分啊 六七四对于这个六层浸界啊 怎么样的激荡 我简单的讲是个激荡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业细苦相跟企业相 根本上啊 它就是一种作用 作用 中端的作用嘛 所以从作用上来讲的话 它本身是属于变异 变异 它不是住 不是住 所以修行中我们在这里看到 生住易灭当中啊 业细苦相现前以后啊 那个 就灭了 就灭了 起作用啊 是从直取相 到寄明治相 起业相 这是我们作用的部分 就变异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切的苦来 苦的来源 都在哪里啊 都在住里面 心念产生也就是 通通流入那个住 里面 从住里面去起作用 所以修行你就看到了 为什么不落第二念 落第二念就是生住 落第二念 在住里头 在住里头啊 自相相细相 在这个地方 从这里的背景啊 产生直取 明治相 起业相 细苦相 从这里来的 这个就是起作用啊 它从自相相细相 去起作用 才产生这种苦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修行说 你看到 而压制它 那就压抑了 我要生气 我看到了 不能生气 你是压抑了 为什么 因为要起作用的时候 你压抑了 我们能够压抑啊 叫做修养 不叫做修行 修行不能压抑 关键在这里 这一点很难突破 我们跟各位讲 修行是从 心念的产生当中啊 要经过 存在的这个时候 你能不能够 不被它干扰 不被它干扰 换句话说 不落地 你活在当下 那就是心念产生的时候 你马上把它带入 带入沙普洛海 要怎么带入 那就用心闪 只能用心闪 所以你不心闪 开始记忆的时候 兴起分别了 分别就是背景的作用 因为你有背景了 它才有起作用 我为什么要戴黑色念珠 因为我穿着黄色 这样你才看得到 我戴黄色念珠 我为什么要穿黄色 因为摄影师告诉我 穿黄色反光起来比较好看 我要穿灰色 看起来好像生病的样子 所以我只好穿黄色 为什么 这就背景嘛 人家问我 是不是穿黄色 是不是位置比较高 我说穿黄色比较好看 不是比较高 我假如说脸上会发光 我就会穿灰色 那就会把它衬托回来 因为北溪北溪 所以穿黄色 让它黄光满面 这个就背景的作用 那我们生活中 这样的情况很多 非常多 你先入为主的观念嘛 它就要你的背景 所以你在讲什么 我是平扁的咧 你哪身吗 我哪本总好 就出来 你的背景起作用嘛 对不对 我是还扁的嘛 你怎么可以说阿扁多好 问题就在这里 好与坏 其实都你的背景 就起作用了 这一点呢 让我们深深感受到 所有的人 我告诉你 所有的人啊 没有解脱的人啊 通通掉到第二 第二念里头 也就生住异命的住 然后从住就起作用 你看这里面 通通从住起作用了 这个叫不觉 所以是不觉啊 你怎么会觉呢 你根本感受不到啊 这是不觉相 九个通通是啊 只是讲这个部分啊 这六个比较清楚啊 比较清楚 修行怎么修啊 从这里来啊 我们哦 在这里还要再告诉各位 另外一个问题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啊 心念一产生 马上导入沙佛洛海啊 这个叫欣赏 很清楚啊 你用欣赏的方法直接 你就活在当下 人生对任何境界都一样 所以这句话讲得很简单 也很潇洒 台湾话说 正飘飘 你就飘不出来 真的 心念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心念一产生啊 你就把它导入沙佛洛海 欣赏 欣赏完就好了 你一月欣赏完了 你再怎么样 一云鸟鸟 一云鸟鸟是记忆啊 心上完了就没了 你不留 不留痕迹 放下 告诉各位 越放下越好 越好 可是我们现在没办法 我们从一小啊 就一再的记忆 一再的记忆 稍微记慢一点 就要被骂 到学校啊 记不起来还要被罚站 各位记得吗 我记得我常常被人家叫去 站在门口 站在教室门口 不是被人家叫 那个人就是老师嘛 还有谁叫我们出去站 有一次问我说 什么骨头 骨头你知道吗 骨头 什么骨啊 你讲讲看 什么东西有骨头 弄了老半天了 我也不知道骨头是什么 我记得那是三年级的时候 那说第一个红 我们给他出一个公益 什么叫骨头 然后三年级叫骨头 不懂不懂在外面 想到再进来 结果下课了还想不出来 同学说 鞋子 鞋子里面有 然后我就跑起来说 嗯 鞋子 讲国语 鞋子 国语怎么讲 又是异战了 那我够笨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读书读出来的 都是华站在门口 人家里面在讲什么 听不懂 你用欣赏你就记不起来啊 你看很多小孩子爱玩啊 无心读书的人 他的欣赏能力特别强 那个从小就很乖啊 你教两下子他就自己会去背啊去记的 你看他这种孩子啊 通常会比较冷漠 人性的感受比较不够 比较不够 我万一讲到你 你不要见怪 又在念我了 我那孩子读书那么好 怎么说他这样 纯实巧合 他不一定是我讲的这种状况 这个情形啊 让我们知道啊 假如我们像这样子 记忆记得很多以后啊 现在你已经有很多的记忆啊 你的修行啊 要再像刚才所讲的 直接导入沙婆落海不可能 我告诉你 这个法门你不要修了 你我都一样了 我们已经背的太多了 已经背的太多了 你去注意看看 我到法门市去啊 那么提到 唐闲通二年 地宫封闭 那我很清楚啊 对不对 同学们就问了 那是什么时代啊 什么才闲通二年啊 那距离现在多久嘛 西元几年嘛 有没有 你要讲西元几年 他才知道啊 我要他封闭到现在 大概一千两百年 一千多年啊 一千两百年 不然他以为 闲通二年是七年 因为闲通二年对他来讲 没有意义嘛 他脑子里头 以前没有记到这些东西啊 那我们知道 那个时代嘛 所以闲通二年 就闲通二年嘛 他没有啊 他就一定要 到底是西元几年啊 一下子我有换算不过来 距离现在大概一千两百年啊 我知道一千两百年 一千多年啊 哦 这个是宝贝的 你看 价值感出来了 为什么 他又有那个背景 他才比较得出来啊 那他怎么会去欣赏 你要跟他讲去年啊 去年他就不看了 但是一千两百年 哦 那会看清楚啊 对不对 背景在一起作用嘛 有没有 你在欣赏他就来就看嘛 看不好就算嘛 对啊 你喜欢的能买就买 不能买就算了 就这么简单 你就一定 因为一千两百年 所以要看清楚一点 有什么好看嘛 一千两百年 到现在还不是摆在你眼前 对不对 你的意识形态 有吗 因为你有记忆 所以才 好 你再看啊 现在你已经有了意识形态 这些东西 它已经变成你 生命中的一个因素了 对刚才讲 时间因素就是一个因素 时间因素会造成障碍啊 造成障碍 因为它会变成你比较的一个基础嘛 可是有时间因素也不见得不好啊 只是在某一方面不好 某一方面很好 那要怎么办呢 这个修行叫做 生命因素的重组 你要去重组这些生命因素 这个真是问题啊 真的修行啊 我们什么法门 什么法门很多啊 我跟各位讲 我们要用新时代的语言来讲 那刚才讲的那个方法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直接导入沙婆若海 那叫什么方法呢 那叫生命因素的净化 不用六四 直接用六根 我们因为六四用多了 私信用多了 现在你不用私信就不行了 你不信你叫人家哪个东西看看 那个哪来 哪个 那边那一个 那边方向赶出来 有没有 那边那么多个哪一个 你说你不用名字好了 黑黑的那一个 黑黑的那一个 这个是不是 是你看看 你一定有这种方位 有形象 有 有颜色 有没有 有种种的 所以你说 不是动词就是名词 就是形容词 这三个 你能不能不用这三个来表达东西 你没有办法表达 没有办法表达 你叫一个人最少要A 虽然他长得很高 你也A 对不对 你一听到A 你就知道他在叫人了 回过头来一笔 是我 你也走过来 对不对 你一定有名词 形容词或动词 七个这三个你就没有语言了 你就没有语言了 所以语言它是个名字像 通过这名字像 你已经累积了很多的记忆 那用根性就没有了 所以根性它直接 要用根性的时候 我们说你要进化 所以现在你想要直接 你就用进化的方法 你要其次的话呢 那你就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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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用到别的地方的话 要调一下 我们跟各位讲 这孩子很认真 你当然会以为他很乖 对不对 这孩子很执着 那你会说他不乖 可是你要知道 认真跟执着是一样的 你说他执着什么 他打电动啊 整天都要打电动啊 但他要是很认真在背书呢 那还不是一样执着 但是他因素不同嘛 他对象不同嘛 假如他很认真玩的那个部分 把他改为很认真读书 那你就很高兴了 只是这样而已嘛 所以你要去重组他嘛 这个人很贪心 那你就知道 对不对 贪心贪在世间的事 你才叫贪心啊 这个人很贪钱 因为他很认真赚钱 所以刚才说赚钱 我说抢钱 你还不相信 他其实是贪钱啊 只不过他用合理的方法 去赚钱嘛 其实就是贪嘛 他不只贪东西 也不只贪钱 他更贪读书 你说没有 读书不能叫贪 读书叫认真 名字不同嘛 其实意义是一样的 因此啊 你怎么要去调整啊 这一个贪也好 认真也好 或者执着也好 把它调整到正确的位置上 有没有 这个叫重组嘛 贪真吃都一样啊 修行人很称心啊 你知道吗 要不然怎么叫杀贼 对不对 有什么贼好杀 因为他称那个六贼嘛 对不对 六四的六贼啊 所以他要把他杀掉啊 你说他称心不大吗 他要称心去杀人 你说他那不行 那叫称 那他在心法上 他对于贪真吃 他通常要杀掉啊 有没有 贪真吃慢语通常要杀掉啊 怎么没有呢 他怎么没有称心呢 他只是把它调过来而已嘛 而凡夫只是 他在这个地方的贪真吃的方向 跟修行人的方向不一样而已嘛 这个叫生命因素的重组 从你记忆的背景里头啊 去重组它 有没有 假如你这个因素 你还没有办法处理的话 那你的根气啊 再降一个 再降一个啊 不要不好意思啊 实物讲这两个我都不行啊 我只能用下面那一个 下面一个就可以了 你就绝对做得到 叫做生命因素的修正 修正啊 我贪吃 不能贪吃 那我只好修正啊 怎么修正啊 一天不能吃三餐 吃两餐 点心不算 那还是一样都补回去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吃三餐 要改之前啊 点心要先除掉 先除掉 要除掉点心呢 那他改为两餐就告诉你 叫过午不时 不然你三餐改为两餐 晚餐不吃啊 到九点又吃点心 把它补回去 那没有用啊 所以叫过午不时 有没有 那虽然是过午不时啊 中餐还吃太多 干脆就搞日中一食 日中一食更麻烦 他也限制更多 日中一食的人啊 除了开水或者蜜水以外啊 其他大概都不能喝 那他严格越来越严格啊 所以那个日中一食的 你看他吃饱饭 那个肚子 神法一六甲 他整个咸味都吞下去了 那胃的很厉害啊 吃的这样 睡的也一样 瘫的是这样对质 那撑也一样 他各方面啊 都用对质的方法 这个叫修正 修正不当的行为 修正不当的观念 修正不当的习气 这个地方啊 只能这样讲 修正只能这样讲 因为你只能从他 现前的来修正他 从现前的来修正 这个地方啊 他特别重视 你所表现出来的 那就深夜跟雨夜 那你一夜 因为你没有表现嘛 所以他就 不去管他 那么一夜不去管他 他用什么方法呢 用修法 叫你原念那个法 将来对峙你 妄想的意义 他是用这样的情况 他不是没有对峙 他也有对峙 但是他并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 如果针对修法 你妄想就会陡落 不当的意念啊 就不会产生了 他是用这样的状况 所以通常来讲啊 修正不当的行为 不当的观念 不当的习气 这是修行的初步 这一点就应该可以做得到 不是做不到 那也因为很多人 从这个地方开始啊 他都从这里去 然后就停在这个地方 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这个叫姿墨 叫姿墨 你从前面过来的话 你看他是从根本修啊 你没有办法从根本开始 你只要退到从姿墨开始 那么你从姿墨啊 就是懂得要进步 假如不能进步 一直停在姿墨的地方 那就完了 就完了 这里面还有一点啊 我们常常讲啊 选择一个法门 深入 一门深入 但是你要知道 一门深入到某一个程度 你要超越 要超越 因为你现在所选择的法门 是适合你的 适合你的 你注意看看啊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留意 国民学校一年级的小孩子 那个作业本子 作业本子有没有 格子好大一个 对不对 到六年级就缩小了 有没有 到了初中就画线啊 不画格啦 有没有 这就进步啊 你不能读到大学 还用那么大的格子 你算老几啊 对不对 这就进步嘛 他一定要要求进步啊 所以各位记得这么一个原则 你现在刚开始学 我去找一个师傅 不要紧 你不要管他 要乖乖的 培养那一种服从的观念 我跟这个师傅学 那这个师傅可能 叫做不得不勤啊 什么都没有 不要紧啊 你待了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哎 我已经超过他了 那你再换一个师傅 但是你要记得 这个师傅是你的染灯火 启蒙老师嘛 就像学美 国民学校的老师一样 啊你不能够说 我一直跟他学 就一辈子都 哪一辈子都是国民学校 对不对 你已经到初中 你要去找初中的老师 可是这是启蒙老师 要永远感恩 那么你再来就参学了嘛 啊记得到时候 一定要回来 啊记得这一点啊 那你继续再学不要 你初中毕业 再找另外一个 一个善知识 再学嘛 再学你会再进步嘛 但是再学的 那个时候要专一 是指这个问题 不是你一辈子都专那里啊 那你一辈子都不要成就了 所以你一开始 去找很有名的师傅 那根本没有用 他很高级 他是大学博士 你去找他干嘛 他还是叫你 一乘一得一乘二得二 一乘三得三 又从那里开始 叫博士教你这些啊 不可能你还是要找国民学校老师 波波摸怎么写 你从这里啊 到了这个程度圆满了 你进步到初中 对不对 那你又懂得超越嘛 超越不是叫你备恩啊 没有叫你备恩啊 你还是要回来啊 一直到你博士毕业以后 你第一个要感恩的 就是那个启蒙老师啊 就是要回来感恩啊 不是我得博士就算了 要回来跟启蒙老师啊 见见面谈一谈 关键就在这里 我们所发生的问题就在这里啊 处理的不好啊 师父不是要一门深入吗 你不是一经一论啊 一个法师吗 就这样子啊 你要拿到国民学校第一册啊 你永远读那一本啊 对不对 不是 你要超越 要超越 所以甚至是不是不能换 但是要看你有没有进步 你要是要骑着马找驢子啊 那就不要换了 就是我们有这进步 到某一个程度你自己知道 那你就自然会超越 这是我们修学上面啊 应该要有的 这个六个部分啊 我们就这样子分几个层次啊 提供给各位啊 来做参考 在分析上啊 它有很多个层面 下面做一个结论 当之无明 能生一切然法 一切然法 皆是不觉相故 不觉相 这些然法都是来自无明 无明呢 就是不觉啊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所看的 灵灵种种的这一切相呢 都是因为我们不觉 你又能觉的话 你就不在意 你会守住那真实的部分 好吧 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谈到这个地方 欢迎订阅一下